今天中午的抓带机 要跟您来关心现在的消息 高铁上午又再度故障 直到11点转车器修复后才陆续发车 不过现在台北站似乎已经暂时封闭 我们马上请现场记者黄秀敏 带我们了解一下台北站的目前状况 好是的主播 虽然高铁列车在11点多的时候 台北站这边一度恢复正常发车 从台北发出了两列站站停的列车 但是目前最新的状况 台北站在人潮疏散的差不多之后 高铁台北到板桥的这个区间 是再度暂停营运了 整个台北站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但是暂停售票的 那么进出战区的闸门也已经封了起来 所有的旅客都不能进入 所以看起来转车器异常的状况 并没有解除 提醒您如果现在预定是要到台北 搭高铁南下的民众 最好是先改搭捷运到板桥来搭车 而北上的列车从11点半开始 其实所有列车的终点站也改为板桥站 那么目前呢 这个停摆的状况 其实已经持续了三个小时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将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